不过我们来看看今天国际上发生的大事 中东的战火升温了 今天凌晨我们看到伊朗等三国 惊传爆炸声 这个爆炸声从哪里来 是谁攻击的呢 以色列 我们看到美国官员证实了 以色列发动空袭 暴富 暴富谁 伊朗礼拜三的时候 发动无人机去轰炸以色列 所以两个国家之间有一些争端 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画面 这是今天从中东传回来的画面 包括伊朗的伊斯法汉 伊拉克的巴比伦 叙利亚的苏维达 还有巴格达等城市 在今天清晨 当地时间都出现了爆炸声响 烈焰直冲天际 以色列的国防官员对纽约时报说 这是我们攻击了伊朗 那攻击伊朗的正是以色列的飞弹 而伊朗的太空总署也说 他们的防空系统击落了多架无人机 所以我们看到包括美国股市 以及台股今天都受到这一起国际事件的影响 都应声下跌 台股还跌了最多的700多点 这个跌点是史上最大 而我们看到伊斯法汉省 这个地方很重要 因为它是伊朗中部的一个大城市 主要也是它的空军基地 然后长期以来都是伊朗美制F14熊猫机队的基地 那这个地方很重要的还有核子设施 在这个地方有伊朗又浓缩计划的核心 纳坦兹设施 所以这个地方被攻击 那当然看起来事情有一点点严重 那两个国家在互相做报复 所以我们看到在礼拜三的时候 不是伊朗发动了无人机的攻击 攻击以色列吗 攻击之后他们还高调阅兵 在伊朗境内他们阅兵了 有一点点是庆祝胜利这样的意味 所以以色列过去24小时 过去48小时都说他们要报复 他们有计划要报复 今天早上迅雷布吉掩耳 报复的行动出现了 可是我们看到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提一点点 往前倒一点点 美国曾经跟以色列说 好我准许你攻打拉法 拉法是巴萨 在巴萨的一个城市 如果你攻打拉法 那你就不要攻打伊朗 这个是美国跟以色列做的一个条件交换 可是看起来 以色列并没有买单 我们看到国际间当然有非常多的反应 包括我们看到以色列非常强硬 他说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决定要攻打谁 我们要怎么样回应 是我们的事 你们这些外人的说法 我们恐怕只是参考罢了 而另外以色列的动作 完了之后 伊朗有什么反应呢 伊朗的外长说 你过去我们就看到 他警告以色列 也不要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 否则我会做出最大的反击 所以现在会不会有反击 也是我们国际社会非常担心的 因为你狠话已经落在前面了 包括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在讲 你攻击我们的核设施 我们也会以牙还牙 而且不排除重新发展核武 大家都把话讲得很重 把调子拉得很高 可是呢 这个伊朗的事件呢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看到包括伊朗 他已经被这个美国制裁很久了 那这一波的这个冲突行动 美国宣布再度制裁 制裁伊朗 美国说将会针对16个人 还有两个跟伊朗 无人机计划有关的企业 会实施更近一波的新的制裁 会供应 切断他们的一个供应链 并且在国际上孤立伊朗 可是伊朗其实已经被孤立了非常久 它的石油还是不断的 我们看到不断的在出口 而且因为乌克兰战争的关系 它的出口创下6年来的新高 那出口国很大一部分是出往中国 销往中国 伊朗平均每天卖出156万桶的原油 几乎全部销往中国 所以我们看到西方世界也在对中国做道德劝说 可能希望他们不要买这么多 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伊朗 它被制裁的多么的严重呢 他的外长到联合国去开会 去出席联合国的会议 美国也限制他的这个外交部长的活动范围 他被限制只能在联合国总部 搬进两个街区的范围 还有往返联合国总部跟伊朗的使团的住所 非常的限缩 那这样子的继续打压 还有一个国家也被打压 叫做巴勒斯坦 大家知道巴勒斯坦 现在跟这个以色列的关系也很糟 安理会 联合国安理会有做了一项表决 希望要表决巴勒斯坦入联合国这个案子 可是美国用一票就否决了 我们看到这个否决案 等于是阻止联合国成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 而除了美国投下了反对票 英国还有瑞士是弃权的 其余12个理事国都投下了赞成票 用大白话讲 大部分的国家希望巴勒斯坦 可以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就是承认它的国家地位 可是美国反对 有几个国家是投下了弃权票 而另外巴勒斯坦他说 其实在表决前夕 美国就来游说他了 说你可不可以放弃成为会员国呢 可是巴勒斯坦拒绝了 这个是跟以色列相关的议题 来请教有明老师 蜻蜓点水室的等于是回应 反击 就是以色列在昨天 就是当地时间的深夜 9点钟大概到11点钟 几个不同的城市 以及机场跑道 还有部分的基地 军事基地 但是都只是听到爆炸声 当然也有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 就是伊朗这些军事基地 可是针对伊朗的本土 它并没有针对所谓的核设施 因为那个核设施其实是在这个省的北部 是在这个叫做伊斯法汉省市和德黑兰中间的所在 那个叫做所谓的纳坦兹设施 那个是做浓缩诱的 它没有针对这些设施 它是针对它的南部 还蛮长一段距离的 就是伊斯法汉省的这个市里面的机场 那我们也现在不确定 到底是无人机还是弹道飞弹 也没有到达300架 因为Civius 13号的时候 伊朗是发射总共300架 300连弹道飞弹 巡逸飞弹300 这个等于是量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个蜻蜓点水式的 就是回应式的报复 然后呢 以色列也没有公开的 它只不过是国防人员对 纽约时报的一个证实 那我看到伊朗的官员的回复 这个事情大概就 不至于大事化小 但是放缓 也就是事情 大概就不会再继续的 不断的扩大 累加下去 相互的攻击了 但这个紧张的氛围还是会在 所以我看到油价跟黄金的价格 都在涨 所有的这边的航空都停 但是我想大概一两天 可能会恢复 目前看起来 不会把这个事情在短期内 立即的再上升 可是我要指出来的 伊朗的这个对以色列的这些作为 是因为要针对4月1号 以色列攻击了伊朗的大使馆 炸死了14个人 他主张说这是一个自卫性的行为 我觉得很多国家 很多人 包含我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接受 但是以色列的回击 我也可以理解 因为以色列第一次遭受到 我的领土上空被外国的飞弹攻击 虽然都拦下来了 英 法 美都来协助拦下来了 可是的的确确 这是对以色列安全的一个第一次 这么大的威胁挑战 这些都迫害区域和平 对不对 对 可是这里面必须要提到的 美国在同一个时间 就当天的这个下午 为什么以色列反应这么轻停点水 因为当天的下午 美国在纽约的联合国总安理会 把巴勒斯坦要申请成为 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 一票否决 这个干掉了 12票同意 包含法国 日本 中国大陆 俄罗斯都同意 对不对 然后两票弃权 英国这个瑞士弃权 美国一票把它否决掉 我觉得巴勒斯坦 为什么不能建国 你现在看来加萨地区 以色列已经屠杀了 三万四千三百八十四人 里面有一万三千八百个儿童 八千四百个妇女 你不能说 因为之前的这个哈马斯 哈马斯的这个攻击行为是错的 不应该的 也是一种屠杀行为 造成一千多人的死亡 但是你不能到过来报复 人家三万多人死亡 现在可能会更严重 那以色列想把它扩大 去攻打伊朗的这个 叙利亚的使领馆 那伊朗的一个回复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以色列这样子的回复 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压力 这个压力有限 我最后提 前天 蔡英文去参加了 国际犹太大屠杀纪念日 韩国医院长也同台 我个人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参加这个事情 我会予以保留 因为你忘记了 以色列在加萨杀了 三万四千人的大毒杀吗 因为在四天之前 以色列遭到伊朗攻击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也发表谴责 暴力破坏者 那行 蔡英文总统你现在是不是 要谴责以色列 他也发射飞弹打伊朗 虽然精进点水 作为一个领导人 要代表这个社会的人民 要看待这个国际的公平 人道 人权 而不是完全一面的 倒的偏向美国喜欢的以色列 因为你太亲美 你在这个事情上 你的立场并不代表 真正的台湾人主流立场 我历史都会记下来 历史都会记下来 来请教黄老师 就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当下 其实还没有看到伊朗 有非常激烈的反应 我看了一些外电的报道 一个是引述了某个国防官员 武器管制官员 他说以色列的攻击 不只是有限度的 已经超过大部分的预期 但他讲讲讲之后后面说 可是我们伊朗 还是需要一个比较软性的回应 不要造成大规模的军事的冲突 这是一个讲法 还有一个稍微新一点的讲法 是一个所谓匿名的 伊朗的高阶官员 他说的是 目前我们没有立即报复 或立即回应以色列的必要 因为外来的这些侵扰 或者他讲外来的渗透 还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你听完之后你就觉得 伊朗的情报做得这么差 还是说他们根本就是 也不希望把这个问题升高 所以既然以色列 他发动的攻击 其实我们从现在新闻看起来 他的效果是很有限的 而且伊朗也就在 刚刚没多久 打下了三四架的以色列 有点像就长得像 小青蛙四只脚这种 以色列入侵的无人机 所以感觉上好像 感觉上目前告一段落 伊朗也没有再提高他的调门 所以希望目前 以色列也表达他的愤怒了 伊朗伊朗之前也已经回敬了 以色列攻击他在叙利亚的 使领馆的这个动作 大家都摆出一些动作 都做了一些造成对方伤亡 这个受伤的效果 我觉得希望到这里 那我很快讲一下 这个巴勒斯坦在联合国的会员 会成为新会员国的申请 这个很明显就是安理会 他掌握了真的是绝大多数的权利 所以我要成为一个联合国的 新会员国 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看到 就是他的资格 他的资格联合国说很清楚 你要爱好和平的国家 那到底谁 哪一个组织可以被视为国家 联合国说我不管 那是你们各国自己决定 我联合国没有权利说 谁是国家 谁是主权政府 他说是你们讲好参加我联合国而已 好 爱好和平的国家 这是资格 就算被认定了 好 再来第一个 程序是怎么样 先让送申请书到联合国秘书长 秘书长理论上会收下来 收下来之后他会交给安理会 请安理会去进一步的表决 安理会必须要五个常任理事国都同意 而且还要其他的四国 等于就是酒票才会通过 通过之后送到大会讨论 大会还要三分之二的通过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路程是一步一步的 很难 所以很快的我就讲说 在台湾的例子我们看到了 很多人说 就是你那个中华民国没有用 我要改名字了 我每次都讲 就算你改叫阿狗共和国 你还是进不去 因为不在名称的问题 那个问题是在程序 是在中共做在安理会里面 还有中华民国没有办法得到 要足够大会的支持 对 就是可以一票否决 这是问题的真结 来 请教董哥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半年来世界上发生很多变化 7年10月 那时候拜登对巴勒斯坦建国都是赞同的 然后他跟纳坦亚胡最大的旗舰也就在这里 他一直告诉全世界 就美国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 那说各位可能都要有准备 这就是两个国家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可是在这次联合国里面 美国他是反对 那大家知道美国反对当然就 全部就不用谈了 但美国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就是因为美国自己要选举拜登 现在他一定有很大的压力 选票的压力 钞票的压力 犹太人在美国的势力很强 那他想到一个方式 他就去欠巴勒斯坦 你就放弃 这个时候放弃 在我选举前你就放弃 这个时候我很为难 但是巴勒斯坦拒绝 那你拒绝的话 我只好 我只好活跌你的票 我觉得中间有这个过程 那当然我们现在 全世界很多事情 都受到美国选举的影响 选举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在里面 譬如说纳坦雅胡 整个以色列人民都不喜欢他 他在选举他也选不上 那可是如果他来发动战争 那是七八成的人支持 我们就是要报复 因为他已经变成他的一个民族性格了 所以以色列人是不喜欢纳坦雅胡 可是希望他带领大家一起 把他干到底 那你要有这样的氛围 美国又叫他 说你不要真的打 当伊朗去攻击以色列的 300枚飞弹或无人机的时候 拜登马上打掉给 纳坦雅胡 你不要给我扣打 他马上就打电话了 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反应 可是纳坦雅胡也要对他的 以色列民众来负责 所以他也要做一番表态 就像伊朗也要表态 他为什么要打那300颗 这300颗 你如果照正常情况来讲 伊朗是有像跟美国讲 我要打以色列 但是我只打哪些地方 我也有我的民众要交代 所以各位朋友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演戏 演戏就是为了要跟自己的人民交代 包括拜登 纳坦雅胡 包括伊朗 这个就是一场戏 我们的股市今天大跌 白紧张了 白紧张了 而且跌很多 跌很深